國家安全教育展 今天上午在澳門舉行 社會各界代表共同出席開幕儀式 活動進一步增強澳門居民的愛國愛澳情懷 莊嚴的國歌聲中 國家安全教育展在澳門回歸賀禮陳列館舉行 活動由特區政府和澳門中聯辦聯合舉辦 去年澳門首次舉辦這個展覽 總共有超過1.8萬人次參觀 超過20萬人次瀏覽專題網站 展覽增強了澳門居民愛國愛澳的情懷 介紹我各國家安全工作的主要內容和取得的成效 澳門中聯辦主任副致應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宋哲 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巧說 澳門行政長官崔細安等共同主持開幕儀式 澳區全國人大代表 立法會議員澳門中小學生 以及社會各界共同參觀展覽 大家認真聽取講解 觀看圖片以及視頻內容 在參觀展覽之後澳門中聯辦主任副致應說 活動具有重要意義 讓廣大澳門居民了解新中國 是怎樣從苦難的抗爭歷史當中走過來 今日國家是怎樣取得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成就 我認為澳門在東亞政府的政協領導支持關係下 在澳門公共政府的澳門管道 在澳門公共同的行程下 20年回推澳門的經濟社會發展區的進步 發展了安全的資源 澳門的GDP已經處於世界的界面 這次總共有300多幅作品 17個影片展出 並且設立了遊戲攤位 活動以簡單易懂的形式 讓澳門市民了解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以及每個人和國家安全之間的關係 展覽為期一個月 將持續到5月15日結束 歐洲衛視記者車靈嶺 蔡立勝澳門報導